比如說跟妳的時候 其實會再多一個小行星 是什麼 那個是看不到的 就是我會挑那裡 喔~~~ 誰知道我到時候會不會看到啊 好啦好啦 不要講那麼多啦 其實我跟你講 都還是要預想著 會發生一些什麼性的可能好不好 B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兔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好 今天又到了我們感情系列的議題了 其實之前很多人就訊息我們說 就是關於他曖昧的一些 一些問題 其實我們都沒有很多的回答 但今天我們就做一支影片 就是在這裡好好跟大家說明 其實就是會有一些情境啦 就例如說可能一群人出去 然後裡面會進行一些小小的 配對的這一種情境 基本上大家可能也不太熟啊 然後就是要大家熟絡起來 然後你可能有心理的對象 或者是呢 你認識了某個人 然後你們第一次出去 或是你們曖昧的關係中 單獨出去 那這種時候 我們的秘密到底是什麼 絕招到底是什麼呢 怎麼樣可以擄穿對方的心 分享我們的經驗給大家 今天我們就準備了幾點跟大家分享 來第一點 裝法 其實我覺得這個再基本不過了 但是其實有很大一部分的人 沒有去注意到這件事情 方法其實是人的第二張臉了 啊這講起來我啦 我自己是有一點小心機 就是如果說我知道這件事一群人要出去 嗯 然後一群人因為我不知道會有哪一些人啊 像比如說我們那時候第一次大家一起碰面 不認識大家的時候 我的想法是 啊我反正不知道會遇到誰 那我至少要把我自己打扮的 OK 那我的OK其實 我自己覺得標準蠻高的 就是我會 妝會畫得很仔細 但是看起來不會很濃 你懂那種感覺嗎 就是如果說是一個重要的約的話 我的妝啊就會畫到一個小時 但其實我通常 一般跟我出門的時候 我化妝要畫超快的 就那個精心感是不同 你知道嗎 我知道 之前我上班的時候 因為要早上起床就很累 20分鐘就隨便畫一個底妝 眉毛有畫 眼界隨便畫一下是出門上班的 對 如果有這種局就會 很認真地進下來 紫紫細細的畫了一個小時的妝 其實就連底妝都會多加更仔細 或者是一些打一些陰影啊 眼影顏色更漸層或什麼 但不代表很皺哦 精緻但是不濃 口紅的選色 我會選比較偏微紅 不會到非常非常的濃一點 一般自然的顏色再深一點 看得出是紅色 我一定要提醒各位 就是現在大家戴口罩啊 就會想說那我不要擦口罩 千萬是要ready好你的口罩 因為你口罩拿下來之後 如果你沒有擦口罩 氣色就會不好 你寧願就是你先擦 然後稍微沾到一點口罩 就是先要有個保底 你一擦下來就是 你可以穿那種很淡很淡的 但是不能完全沒有顏色 因為這樣拿下來就會 嗯 羞爆 然後我要講說 團體跟單獨個人選色會不同 就是團體的時候 我其實會選稍微深一點的顏色 但如果是單獨的話 我會選那種 是有落伍 但是會讓你嘴唇看起來嫩嫩的感覺 你就會感覺 喔天啊好像就是 你跟我策略完全相反 真的嗎 我是團體的時候比較中間偏紅 我跟你單獨的時候 我就會特別去挑一個 顏色是 也不能說到濃 但是就會是非常合適 然後可以凸顯的 你還記得 對 你的策略是這樣 然後 我是策略相反 但是我就 我就 抓住它 看我 Why 我就知道你上歌了 那我這樣有辦法抓住 我得把我策略這一種的話 但你不能這樣說 我那一天的目的只是 喔對 可是我對你沒有目的啊 白癡喔 等一下 莫名其妙耶 突然覺得 這中間有一點bug 想說為什麼我都沒有用心 我知道你對我沒有目的 但是我只是為了幫自己綁回一層 OKOK 好來 那頭髮咧 頭髮咧 喔頭髮就是 你一定要整理啊 你知道有時候長頭髮睡醒 的時候會有一些折痕 至少要把它夾順 你不要有一些奇怪的碎痕 又或者是說 我有時候會用一些微卷 然後看起來就是比較 有卷 又像沒有卷 就說不上那種感覺 但是就是我覺得 還不錯的那種感覺 我自己雖然就是一個直髮而已 然後大家都覺得 喔就是一個直髮 事實上我每天都有夾 這樣子到微初之間夾一個完 然後每一個髮型 我整理的方式也不一樣 只是一個直髮 其實妹妹剛剛也是一大堆 好不好 所以大家就是 注意一下你自己的妝跟髮 沒有要很複雜 但是都要整理 這是小細節的部分 好來 裝髮弄完接下來就是穿搭 非常重要 其實我個人覺得我沒有到 真的是多會穿搭 或者是好像什麼穿搭大師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 你要有技巧 合一的場合 該穿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該怎麼樣展現自己的優勢 其實是有技巧的 假設今天大家約去唱歌 我就不會被那種穿得像公主那樣很華麗的人給吸引 就是我會覺得有點 too much 只是五個人是怎樣 有些人就是喜歡 那就要看你對你 暧昧對象的了解程度到哪裡 我個人是覺得就是像是這種暧昧局啊 不管是團體裡面有一個你喜歡的人 或者是你單獨跟某一個你暧昧的人出去 一定要有一些小心機 就是你不能讓人家覺得你很過於愛露 或是怎麼樣 可是不是代表不露 這就是有差別 如果是我的話 我一定會選一個地方露 但是你又要讓人家看起來健康 其實我最厲害的地方就是我的鎖骨 再加一分 展現你的優勢的概念 謝謝美華姐生了這一副鎖骨給我 我就是一定會把它露出來 我也會 你會露嗎 你知道短褲有分很多種長度 當然五分褲也是可以 但是五分褲就是版型問題 所以我會選貼的 因為我腿好看啊 所以我就是希望可以穿著貼的 寬的話就是要寬的好看 直筒的我不會選 再來另外一種是真正的短褲 大家都知道大腿內側會有一些討厭的肉肉 剛好在那個肉肉的上緣 假設這個是那個討厭的肉 就大概在這裡 就是要稍微置入到那個討厭的肉肉 要讓它掉一點點出來 要掉一點點 要這樣好肉欲的感覺喔 不是這樣很健康 喔這好 不是上面 不是上面 我都不是想看哪裡去了 就差不多要變錯的時候 趕快穿起來 會有一個 你的完美比例的短褲 就是每個人腿型不同 短褲不是越短越好 如果說你讓那個 肉肉都露出來之後 我就會很專注的在看 再來看你的肉 所以其實我覺得穿搭 還是都有一些小心肩 展現你最美最有自信的部分 但又不會過度的瀑布 對就是還是要包一種 健康的感覺 這是團體 那如果說我是單獨 比如說跟你的時候 其實會再多一個小行李 是什麼 那個是看不到的 是什麼 是我會挑內衣 喔 沒有 因為衣服有差 有些衣服不適合 誰知道我到底會不會看到啊 先不管 但內衣這個跟穿水有關 就是像我穿T恤的時候 我就會想要讓胸部不要那麼的明顯的時候 然後我會穿類似 胸型也會有差 對 胸型有差 我會因為你穿的衣服 然後去挑內衣 那如果說你今天穿比較貼的 胸型的呈現 我就會選那種比較集中的啊 看起來比較完美的 好啦好啦 不要講那麼多啦 其實我跟你講 都還是要預想著 會發生一些什麼性的可能好不好 B 下一題 前面都做到啊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要準備出門 要去哪裡呢 我沒有約會呢 你知道很多時候啊 在約事情的時候 大家都有人在說 嗯 很可愛 看你要去哪 我跟你講 主動主集 一定要說 好 那我們去哪裡 這事情就是你要 掌控回來你擅長的東西 像我就是一個 如果去了某些地方 就會很狼狽的人 我一定要避開那些地方哦 所以我就會選擇 我比較不容易累 比較不會曬太陽 或什麼的 我就會選擇這種行程 你有權利決定行程 說趕快,拿下主導權 那你通常會安排什麼樣的行程 就是如果你想要跟對方多聊一些價值觀的步驟 你剛剛聊內衣褲然後現在講價值觀 不是 你要跟這個人常會走下去 你的身心靈都要合 喔喔喔 所以你的腦袋要合嘛 對不對 然後所以你要聊天的話 我通常會選那種靜態的 可是坐在哪一間店對我來說會很講 就因為我很討厭身上沾染奇怪的味道 比如說火鍋 我就是不太會跟一開始還在保佑形象很有包袱的時候去吃火鍋 那我們要吃什麼 我通常會選日式 因為日式讓你肌膚不會有什麼油煙味 什麼壽喜燒 我跟你們說打妹 我真的是絕對打妹 如果有人約我去那個 我會直接拿扣分 お前はもう死んで 我覺得我太想要有下一個行程 除非下一個行程又更臭 我前面準備了內衣化那個妝 然後你讓我雖然說會洗澡 但是那個感覺就不好 所以我就會盡量就是跟你一樣不要選那麼狼狽 所以我會選沒有什麼味道 這是閒時 是正山的時候我會選日式冷藥店 然後如果說是約一個下午的時段 小小約會啊 可能就去咖啡廳 或者去甜點店這種 就算有味道也是甜甜的味道的 我會試想 我選的第一個地方 這個第一個地方 絕對還會有第二個地方 你可以理解嗎? 其實我不會讓它 斷掉 對不會讓它斷掉 我會讓它就是延續久一點 我會在乎這個 形成的延續性 所以我會評斷我曖昧的不同對象 去選擇 我到約會的地點 就是你會去看 約它去看展覽 然後發現看展覽的過程中 發現這個人實在沒有什麼文化素養 那就再見了 之類的 我會讓我朋友 非常Optional的 如果發現 啊聊得很喝 啊那又不要去附近的咖啡廳 我們坐著繼續聊 對 然後聊完之後 肚子養我們一起去吃個晚餐 對 這晚餐之後就是去個酒吧 對對對 然後就 嗯喝醉了回家 之類的 我在講出那個第一個要約的地方的時候 事實上我是整套是 都有想法 而且會有四五種想法 去讓你說第一個地方是看展 第二個可能是小茶 那也有可能第二個會變其他的東西 但是我就是 從第一個選擇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 第一個之後 第二個地方有三四種可能 但我都有選擇 所以第一個點 你知道是接龍的 多重要 非常重要 對 這就是我的心機所在 讓它有延續性 然後又有逃脫的可能性 好 下一點 你現在超ready 你現在裝成是自己最好看的樣子 然後還精心設計過 星塵也是符合你能掌握的 接下來就是見面 見面怎麼樣 一見面我跟你講 就很重要 見面只是眼睛看到 我們的五官 我們剛剛都準備好了 再靠近一點 接下來是什麼東西 動作出來 味道的出來 舉手投足 對啊就是這樣 什麼什麼的 經過一個人 就會有一些味道 然後會聞到一些香味 身上香味覺得是超級重要 特別是其實我必須說 像我剛剛那種行程 就是說去 去看畫 欸我這好gay派的行程 我突然覺得 就是去看展的時候 然後又是你曖昧 可能真的只有第一次出來的對象 就是很濃的香水 我通常也不會這麼做 我通常會做一點 比較溫和的 很溫和的味道 就好像我洗完澡 就是這個味道 然後維持到現在 然後超濃 加上我自己本身的體香 喔好香這樣 對 這種調大概是有一種 暖暖的 舒服的味道 洋風的 不會刺 黏黏的 但是好香 對就是這種味道 讓人家一聞就覺得 喔好 爆住你的味道 就是那種會 沒看到 比如說他在等你的時候 滑個手機 然後因為你靠近聞到香味 馬上抬頭 會看到你 然後被你的腕盪給 呃 就中了 所以香味非常重要 畫展人很多有沒有 碰到了 對啊碰到了 我跟你講 一定要ready好 你自己肌膚的狀態 是不是很能讓人不小心碰到 一下 就是說你肌膚要夠 觸感也非常非常重要 你準備了那麼多 然後死在觸感這一個 死在香味這一個 罐 對不起 欸 我跟他說 其實就是一個 皮膚本身偏粗糙的女神 所以其實我去約會 我個人是 約會一定要擦乳液的 就是手跟腳是一定要擦 而且手跟腳是最乾燥的地方 像我的腳是乾燥到 會有這種 筋裂感的那種 如果我都不擦乳液的話 會有格子感的那種 所以就是 不小心露出來 其實我會常常覺得很丟臉 如果是約會的話 我是一定會擦乳液的 這個乳液選擇它要保濕 但是它不能黏 然後它最好是香香 然後是舒服的香味 所以香味很重要 來跟大家分享 韓國品牌Nuke寶寶的身體乳液 這一瓶是白色淨香身體乳液 這一瓶是 寶寶淨香保濕身體乳液 這兩款的話 我其實特別喜歡這個白色淨香的味道 真的是用起來非常非常的舒服 有些人香水習慣噴手腕 有些人香水習慣噴脖子 跟大家講 香水乳液啊 是這種有香味的乳液 然後你要擦是不是 這個乳液啊 可以全方位的 有時候你洗完澡啊 就不會像香水 有噴的地方才會香 這個是肌膚有差的地方都會香 而且它香味可以餵吃很久 然後它非常的保濕 不黏膩 因為它兩瓶都含有 只有奶蛋白質 我真的很喜歡 我一定要跟大家說 就是因為廠商就是 送了我們這個東西 然後呢 我就把它放在床頭 就是想要睡前的時候擦一下 某一天晚上我就擦滿了全身 但是因為擦滿全身之後呢 我就發現我旁邊有隻狼 例如愈來愈近 愈來愈近 愈來愈近 然後就說 然後就說 好香喔 然後我就被吃掉了 哈哈 不得不說白色香就是 好奶 讓人 You know You suck 除了乳液之外 當然 還有沐浴乳 這一瓶 花束香氛結晉沐浴乳 是這一次的秋冬新品 當然除了這個新品之外啊 剛剛說的 白色香跟寶寶香燈也有 來跟大家說一下 這幾款其實我們都有聞過味道 然後我們目前是在用這一款 這一瓶的話其實就是有一個 柑橘花果香氣 清爽 我覺得硬要說的話 這兩瓶比較中性 這一瓶會比較偏女生 它會有一個柑橘花果香 所以它真的會比較女生的味道 我反而喜歡這一瓶的 墨浴乳加上 白色香的乳液 其實我很喜歡兩種不同的味道 因為這樣會混合出一種新的味道 然後像有一些人如果說 他是完全喜歡洗澡的 其實這個香氣也可以讓你期待幾天 謝謝給大家 還有墨浴之外還有一個 其中乳的話就是 白色 白色 白色淨香 香分洗手液 它當然還會有另外一瓶就是也是寶寶的 就是這兩個是基本款的 這個洗手乳的話 我其實特別想說 因為我很常做家事 我清潔劑算戴手套 可是我清潔劑還是用的 比較多的 然後其實因為 可是手套會進水 所以我手比較敏感 有一些清潔力太強的洗手乳 會讓我手會很不舒服 但是這一款不會 然後也可以保持香香的味道 有些人喜歡洗手乳 會喜歡再幾點乳液也可以這樣用 非常的棒 好來 這就是 Milk包寶的系列產品 就是有洗手乳啊 身體乳啊 女藝喜歡的話就可以去 下面連結參考囉 連結下方跟大家說一下 Milk包寶有抽獎活動啦 活動就是這一瓶 包寶箱的身體乳 抽獎給大家 如果說你們真的很好奇 也想要買的話 現在全台7VEN跟康世美都買得到囉 而且還有優惠 所有的優惠活動我們都放在下方 真的非常推薦 很喜歡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就是有關曖昧的一些小心機 如果不知道香水怎麼選沒有關係 這些Milk包寶的香氛類的產品 我們是非常真心的分享給大家 那我的資訊都放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啦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囉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說掰掰 吐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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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掰掰